整個台就是一個狠狠的籌款活動 希望國外的香港示範可以過來我們不同的開打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裡是新唐人電視台的記者梁珍 在位於圖龍灣的別置口為民主而報導 那我們看到在7月前夕案件 中共通過了港版國安法 但香港民眾的無懼 仍然在7月1號下午2點 直接出發舉行七大遊行 我們是非常之反對 反對這個國安法 因為它破壞我們 破壞一個一國兩制 我們沒有兩制了 為什麼大陸的法律可以在香港推行呢 不可以的 對我們的法律的破壞很大 所以我們一定要繼續反對 推出那個反對 你不擔心被抓嗎 有的擔心的 不過還是要嘛 因為它通過我們不反對 很多人 國際社會以為我們接受 所以就是我們有擔心 我們恐怕會被捕 還是要站出來 還是要急速地反對 以上就是現場最深的情況 謝謝主播 這ige room 你們沒有探註 接下來會 我們我們的完成